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天都拍片子 但是你对视觉的意义还是不是那么了解 第二课 摄影的必备的器材和拍摄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摄影创作的必备的摄影器材 第三课 摄影视觉平面艺术构成 艺术构成并不是我们曾经所说的构图 摄影构图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什么 重点要说的是观察 你只有知道如何观察了 你才知道如何构图 第四课 摄影的光线对景物的作用 这个主要就是说的 让我们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光线 第五课 摄影的瞬间性 这是摄影的本质 第六课 摄影的艺术情感和艺术风格 这才是摄影的最高境界 所以咱们按照顺序讲六课 第一课 摄影的视觉意义 我们看到这幅照片 新疆的和睦 新疆的和睦 那么我在正式讲这些课的时候 我现在需要提个问题 希望同学们配合一下 自己拥有相机的同学请举手 自己拥有相机的同学请举手 大多数同学都拥有 每个月都要拍摄照片的请举手 每周都要拍片的同学请举手 少数了 每天都要拍片的同学请举手 三两个同学 那个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常飞凡 常飞凡同学 每天都要拍片子 对 每天都要拍 你主要拍什么呢 什么都拍 假如你看到这么一个景色 你去吗 去 去干什么 去拍一下这个风景 因为它有个风景比较好看的 好 好 面对 面对这么美丽的景色 我想拥有相机的同学 包括咱们在座的 每一个听课的同学 都想去新疆的和睦 因为它太美了 有很多同学肯定去过好几次 我们看 在新疆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 对面 有多少摄影爱好者 在拍片子 不夸张地说 有一千多人 在那个美丽的和睦 刚才那张美丽的和睦的景色的面前 有一千多个摄影爱好者 他的最佳时期只有七天 每天一千多 上万人 上万人 再拍这幅作品 在百度上 你要是搜的话 有几万张类似的照片 新疆的和睦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视觉时代早已到来了 我们再看这张 太经典了 太经典的一张照片 舒梅切尔 这个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 世界第一门将 舒梅切尔 他的铺球的工作太经典了 充分体现了 这个摄影的本质 瞬间性 但是在他的对面 在他的后面 你看看有多少摄影记者 有多少照片机在对着他 视觉的时代 在美丽的景色面前 这些摄影爱好者 如醉如痴的在创作 再看看 上个星期的一个 北京的一个展会 我们看看这个摄影爱好者 疯狂了 现在是典型的疯狂的视觉时代 所以我们在座 刚才我问了 拥有自己的相机的同学举手 90%的人拥有自己的照相机 所以我们现在 处在一个疯狂的视觉时代 那么在这个疯狂的视觉时代 可是呢 摄影的教育却严重了之后 在中国没有一个摄影学院 没有一所专门的摄影学院 只有有的学院有摄影专业 所以今天的摄影教育的 土极和发展是迫在眉睫 这是怎么 摄影是什么 摄影是利用 以光学原理制造出来的机械设备 完成影像显现的创作行为 这是一个标准的 对摄影的一个定义 现在的摄影 已经和我们所了解的 摄影已经是不一样了 我们走在大自然当中 只要我们看到 有感觉的景物 都可以进行艺术的表现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相机 来拍摄那些很奇怪的 我们并不认识的很陌生的那些事物或者景物 即使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 快六十岁了 我仍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花 在尼泊尔突然见到一个这种花 很莫为奇妙 一问原来是芭蕉花 在座的谁见过芭蕉花的取手 百分之零点五的同学 真正的亲眼见过芭蕉花 摄影是摄影 是影像 是视觉的图片 让我们认识了陌生的事物 很多摄影人 仅仅是以摄影为借口 周游世界 摄影还能完成我们的各种的幻想 摄影还能讲述一个故事 这个老人捧着自己老伴的一相 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和毛主席一相合影 完成了他一个夙愿 因为老伴一生 就是想到天安门和毛主席一相合个影 但是在生前没有完成 摄影完成了他的夙愿 所以摄影还可以讲一个生动的故事 摄影是真实的 伟大的新闻记者 美国著名的摄影家卡特 常年在非洲 拍摄苦难的非洲难民 那么这张经典的作品 是他获得了 普迪策新闻摄影比赛的金奖 那么这个摄影家 在获得金奖两个月之后 自杀身亡 他离死的时候说 我所见到的这些痛苦 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 所以他忍受不了 他所见到的这些痛苦 对他心灵的折磨 所以我们看 摄影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 简单的拍个纪念照 他摄影 我们从现在应该理解 摄影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 我们摄影人 拿相机的人 我们要拓宽我们的思路 拓宽我们创作的这种思路和空间 你才能够拍摄艺术作品 摄影 有的还是很个性的 也可能你不理解 但是这个摄影家 他拍摄的是他当时的一种心情 和他一种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 摄影也可以非常夸张的 或者即时性的 拍摄自己的身旁的亲朋好友 所以我们放这些照片 我们前面说的这些 意思就是说 摄影不仅仅是我们曾经所理解的摄影 它是非常广泛 摄影的视觉意义 这个我们要记住 它是非常重要 摄影使光线停留 有很多摄影家 不是非常的注重这么一个概念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们一定要记住它 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 法国人尼埃普斯拍摄的 1826年拍摄的 那么这张照片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证明了光停留在物体上的状态 我们今天使用的相机 我们今天看的电影 我们看的电视 我们使用的手机 都是从这第一张照片的发明 所延续下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学习摄影 我们一定要记住 在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 它告诉我们 光停留在物体上的状态 光停留在物体上的状态 人们才去理解光 去感受光 利用光对物的美化作用 来拍摄一些艺术的作品 太美的光效了 是光将这个长城 表现的如此具有音乐旋律感 是光将自然的环境 表现的如此具有强烈的艺术气负 摄影人的永久的题材 就是这个太阳 就是光 摄影人对阳光 对太阳 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所以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说 照片的整个历史 电影和电视的发展 都是从这第一张照片开始的 正因为如此 它才这么令人激动 所以我们要记住 是摄影使光线 永远的停留在了物体上 这个非常重要 这摄影的视觉意义 非常重要 摄影的视觉意义 摄影使真实永存 因为摄影 它使我们能够回到 从前的一个途径 所以这里 这个视觉意义 涉及到什么 摄影的真实性 老北京茶馆 伟大的基因摄影家 不列松拍摄的 老北京茶馆 使我们能够看到 半个世纪前的 中国茶馆是什么样子 是摄影才能够使我们看到 北京的胡同 随着改革开放 北京胡同消失了 那么摄影将消失的那些胡同 还原 使我们能够回顾那些 具有北京特点的 这些建筑 和它的环境 摄影的真实性 它的记录性 它的新闻性 都是非常突出的 这是上个世纪 世界十大灾难的第二位 印度伯帕尔灾难 印度伯帕尔一个小城镇 一共七十万人 因为农药泄漏 一万人死亡 五十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么这个新闻记者 将这个灾难记录在影像上 让全世界的人记住这个悲惨的历史 摄影的真实性 有很多摄影者 把它旅途当中见到的一些建门 用单幅或者是多幅 或者是系列作品 记录下来 让更多的人去看 那么 人们对摄影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真实 所以欣赏者会了解 他所见到的这些景物 是真实的 摄影还记录一些心情 这杨老师去年在 美国西部的 布莱斯峡谷公园 国家公园 你看杨老师那个心情 当时就不愿意再恩快门了 为什么 因为心情太好了 躺在 躺在只有杨老师一个人的 那么一个国家公园里面 喝着咖啡 在这享受 享受自然的 清新和自然的温度 在我的旁边 是壮观的 美国布莱斯国家公园 他记录一个心情 记录一个心情 所以为什么 说这意思是什么 可是摄影它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拍身边的那些小事 当然身边的小事也可以拍也可以去做作品 但是你应该知道摄影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你要拓宽你的思路 摄影的视觉意义 摄影 我们学习摄影 我们进行摄影一路创作 才能够拓宽我们的视角 我们正常人 看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和一个思维的空间 那么我们摄影人就不能这样 我们的角度 我们的空间就要远远的要高于正常人 这样你才能够发现更多的美 比如说羊角 羊角拍摄 我们正常人拍摄 我们一般拍摄 一般拍摄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搞摄影的人 很多搞摄影的人 他在拍摄的时候 总是这么拍 总是这么拍 总是这个角度 总是这个角度 你还蹲一下 他就舍不得 蹲一下就舍不得 但是我们的摄影人 我们在选择角度的时候 以后要记住 我们的视角一定要远远的 远远的高于宽于正常人的观察角度 一个铁塔 你要正常的拍 没有做的意思 你看这个作者 他这么拍 从底下往上拍 仰拍 他的角度就很宽泛 非常的宽泛 你看杨老师的角度 你看杨老师 杨老师在办事拍摄 经常这样 经常躺在地上 要不然这个腰不行 腰是真 经常有时候 山上跑 拍选择角度 有一次从山上 从石头山上往下滚 身上跨着两台相机 击咕咕咕往下滚 可是杨老师至今 身体还这么棒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心理作用 就是说你一定要对你的美好的信念 美好的信念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我脑子里永远有那种美好的 美好的愿望 我不能 脑子里不能掺达任何杂念 因为我知道 我要在拍摄的时候 脑子要掺杂念的话 那我肯定骨折 所以希望同学们把自己美好的东西 一定要留下来 经常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我们知道 我们出于摄影 包括你们 你们虽然拍有 有很多 很有 很成功的摄影家了 但是也许你们在选择角度上还是不够 仰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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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日本摄影家拍摄的经典的作品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拍摄的角度 仰拍 荷花 荷叶 这个是我们常拍的 经常拍的 哪个同学能告诉我 他什么角度拍的 你叫什么名字 聂深 聂深 聂深同学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角度拍的 他像是蹲在水里拍的吧 他说对了一半 他说蹲在水里拍的 怎么蹲在水里 他一头扎进水里拍的 荷塘 荷塘 在荷塘里 这个摄影 这个摄影家 在他的身边 在他岸边 一片的三角架 因为什么 因为那荷花看得太美了 太美了 大家都在这拍 围着拍 结果这个摄影家 一头扎进水里 从水里往上拍 拍下一张 经典的荷花 荷叶 经典的荷叶 我们看 太阳在荷叶的后面 所以我们摄影的空间 是这么多 这么宽泛 所以有的时候 创作是很艰苦的 副拍 刚才是仰拍 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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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人物 我们拍人物 经常总是这么拍 总是在这么拍 总是在这么拍 为什么不能这么拍呢 你的作品平庸的时候 你感觉到平庸的时候 也许就是因为你的角度 太平淡了 我们看这张太经典的 太经典的一幅作品 它的副拍 突出 有效突出了 主体人物 同时把环境的 这些人物的配合 陪衬体的配合 表现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们要 露水 要登高 来选择我们拍摄的角度 纽约万人马拉松 只有这个角度 才能够拍摄 这么宏大的场面 所以摄影家 想方设法的 要升高 要升高它的角度 这是杨老师上尼泊尔博卡拉 上博卡拉 我一定要坐着 这个滑翔翼 坐着这个滑翔翼 一定要从高角度 为什么要 坐他去看这个喜马拉雅山 看尼泊尔博卡拉全景 本身开始比较害怕 万一又没有防护 万一又掉下来 怎么办呢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我身边一说一句话 坚强了我的信心 他说什么 杨老师 杨老师 这辈子 你也感受一下 鹰的视角 感受一下鹰的视角 这一句话增强了我的信心 上去了 我看到了 波卡拉的极木般的城市 我看到了 波卡拉费瓦湖的 童话般的湖面 我看到了 我们伟大的昆仑山脉 横贯中国西部的伟大的山脉 昆仑山脉 我们用鹰的视角 重新审视我们伟大的土地 太经典了 太激动了 任何人 任何人看不到 都看不到 这么经典的昆仑山脉的细节 而我和鹰一样看到了 视角 刚才看了 一个羊角 羊角 羊角 俯视 我们摄影家们 和正常人不一样 我们具有我们的器材 我们具有器材 我们可以把很远的景物 拉得很近 我们有设备 可以拉得很近 又为我们摄影提供了 非常广泛的空间 离物体 50米 100米 甚至1公里 只要我们的镜头够用 我们可以把很远的景物 拉得很近 这是我们摄影和正常人的区别 至于摄影家拍的鹰的眼睛 没有摄影家的眼睛 没有摄影家的这个眼睛 怎么能够拍摄到 这么经典的鹰的眼睛呢 所以我们的摄影 我们的摄影需要这么多角度 当然拍刚才那些 鸟的照片 我们看 它们具有的设备 有时候我们出去看的时候 经常也看到这种 拍鸟 拍鸟人都要具备 这么长的镜头 你才能够从 很远的距离 抓拍到 一些景物的细部 刚才拉进来 现在呢 还有一个空间 我们摄影人 还有一空间是什么 近距摄影 近距摄影 蜥蜴的眼睛 谁能 谁能贴着蜥蜴 这么看他眼睛 即使你贴这么近看 你的眼睛无法聚焦 那么我们摄影人 通过微距摄影 把他的眼睛 蜥蜴的眼睛 表现出来 这又是我们摄影的一个空间 显微摄影 显微摄影 府中的婴儿 一个生命的诞生 太伟大 他对世界的贡献太大 让我们能够通过影像 回顾我们人类的 诞生的全过程 著名的美国摄影家 拍摄的微距摄影 我们谁都想象不到 他拍摄的是什么 拍摄的是什么 它是花粉 我们飘的一个花粉 那么 他为他的系列作品 解释说 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 没有绽放的 也是美丽的 那么这个花粉 实际上是这个英雄花的花粉 我们看过英雄花 我们拍过英雄花 但是我们没有人看见过 英雄花的花粉是这个样子 摄影是摄影家让我们看到了 所以摄影家的空间 摄影的空间 最后给同学们留个作业 你的亲朋好友 你家里的警户 那么我希望同学们 认真地完成这些作业 我可以通过同学们的作业 我可以知道 你们每一个同学 对哪类警户敏感 适合拍摄哪类的题材 到那个时候 你才可以正确地选择 你们的相机 好 下一课咱们是摄影的必备器材 好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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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